大全造七工业公司是以生产自行车架涂料为主要业务 一开始在三重设厂 后来扩大规模陆续在彰化及越南设厂 总经理黄作轩表示 公司持续有捐赠富康巴士给地方政府 有感于公司创立在新北 所以用公司和老董事长李清克的名义 捐赠给新北市政府一辆富康巴士 帮助更多需要的弱势 我们这些大全造七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在民国65年 就在新北市的三重区创立的 那就是也是他的发源地 那就是既然这个母亲的地方有这个需要 那我们这个 创办人当然就义不容辞 他马上一口大意 所以我们就有了这次的捐赠 希望能够继续秉持着我们创办人 指示我们的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 然后能够这个这个多去帮助 这个需要帮助的人 邱健兵秘书长表示 很感谢大全造七对公益的付出 这也是新北市第769辆富康巴士 因为使用年限的缘故逐年会陆续汰换 有了民间团体和企业支持 让更多的身心障碍者和势能长辈能继续受惠 非常的谢谢我们到前召集的黄总经理 那跟他跟李前董事长在协助我们在社会公益的部分 捐赠我们富康巴士 那当然他也承诺将来希望 如果有机会的话 能够在这样子的一个捐赠的社会服务上面 他们会尽心尽力 那这事实上令我非常感动的地方 那他也希望能够有抛砖引玉的效果 所以在这里我再一次谢谢我们的捐赠者 大权召集的黄总经理 那以及所有委会的代表 也在这里跟所有的市民朋友报告 在我们富康巴士的运作上面 每一部富康巴士我们都会妥善的运用 那能够让他达到照顾我们市民朋友需要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社会局表示 目前新北市富康巴士实际营运总数为512辆 是否会妥善运用富康巴士 达到市民朋友的需求 持续提供安全便利的交通接送服务 记者赵市院新北采访报道